大天他们电视后 他们就是跟我再三强调说 是有窗户里还有新车 有四五辆新车 我当场交了一万块钱定金 约定是月底提车 结果22号的时候 他跟我说电子合同先发 你先签掉 那我们是很相信他的吗 因为而且前提是我们已经 明确表示过要新车 那也没有多想 也相信他们品牌 就把这个合同签了 钱签付了 过了三天之后 我们才去提个车 提车的时候 我就问 我就看出来有问题吗 就问他们 他们当时是不承认的 还是在欺骗我 之后就来了一个经理 就跟我说 是我们是展车 我们展车也是新车 我们没有义务告诉那个展车 例如就不给我换车 然后就很激动 我在那大喊 我就凭啥不给我新车 我当时明确表示我要新车 然后他们当时为了店里面度客 他有影响不好 就跟我说 行行行 那我们给你换 回去之后 他们给我发音机说没车 我就很气 我就崩溃了 崩溃了之后 我就给他们400打电话了 现在联系我 跟我说有车货 换车 我现在不同意了 我现在要走法力程序 整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我被欺骗了